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沿途又方榮 今天就有我們方榮師傅 我們是靖兒姐姐 Hello 大家好 我們上次講了一些十天綱的聖情 今天我就想問問師傅 金金和新金十天綱的聖情是怎樣 因為其實我身邊很多金金的朋友 他們在我心目中是有點難相處的 會的 因為我們是五行金無水火土 那些人分為人而禮之信 因為根根的人用意義去代表了這個金的 所以金的人通常是講義氣的 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現那些江湖中人 那些大佬通常都是金的 因為每個年代是講義氣的年代 每個都是雙刀火雞 沒錯 現在這個年代是講智慧型的 所以現在你們會發現很多有輩分的大佬輩 通常都是屬水的 或者馬子水多一點 因為水主要智 現在是智慧型的年代不同了 連社會轉型也有分別 對,社會轉型也有分別 對,社會轉型也有分別 如果我們古人認為金主義 金是一種縮殺之氣 所以金是主攻擊和搶別人的東西 所以金命強的人 他的進攻性是很強烈的 對,是很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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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快把金努力弄下去了 對,是很直接的 不過我們玩八字族用神 如果是金 金跟深金是金 但他們的採用方法是不同的 为何呢?我们分阴阳,羹羹是属羊,羊羹是矿铁的金,或者锋利的金,这些金是要磨炼的 炼钢的时候最好用火去炼,丙为太阳的火,丁为炉中的火 我们以前看一些明朝,那些武侠小说,《以天逃龙记》,现在打那些很锋利的劍,就用炼,然后用炼锅去烧它 然后用一手打铁,打成一种利气,所以羹羹既然是羊羹一些矿铁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最好用丁火去炼这个羹羹 最好,丁火就是金的官星,这个时候,丁是炉中的火,炉中的火是要不断地加些炎料下去的 我们叫做,因为木会生火,甲木就是大栗大树大树,玥木就是花位的木 是,花位的柴堆下去,那些火是烧不黄的,一定要用大树的木放进去烧,那个炉中的火才烧得很漂亮的,我们要做的 所以怎样呢,就是说,用铁木生炼火,然后炼火去炼金 因为丁火是很奇怪的,丁火是炉中的火,他又怕什么呢,怕你的木多,他又会火塞的,因为上次他说过丁火,你的木太多就打不穿 这个时候,又要转回头,用金金去砍开树木,放进炉的火,再去练金一个循环 所以就变成了,金不离丁,丁不离甲不离甲,这些三者互用在金金里面取贵的,我们叫做这些 所以,金金用丁火去炼,因为丁火是静观,所以都是要静派一些的,我们叫做 但是呢,就是这么说,静怡,我很多时候就很参考很多古籍的,那些实例的 原来呢,通常他比金金能够做到大官,做大事的那些命,大部分都丁火的 好奇怪的,我都说过,七杀虽然无情,但是呢,七杀人的做事就不会拖泥带水,够狠的嘛 是不是?如果一个人,做事正正派派,就是做事拖泥带水,那很多时候很多人是做不成功的 我们叫做的,只有呢,那么命里面来说呢,七杀是比较果断一些,还有比较狠一些 那人呢,你够狠的呢,就是老实说,做起事想容易成功一点的 所以呢,这个世界,就是说,告诉你就是,如果你要成功,大丈夫做事要成功的 一定要狠,果断 如果你太悠游,想这一样,你什么都做不到 船头怕差,船尼怕鬼,你怕来怕去都咬不掉 所以根根取贵之法,不妨根,甲,丁,三者互用而去取贵 尤其说到根根,有些事情要说 原来在歌诀里面,官杀混杂来问我,可运可不运 原来说,我们算命见官就不要见杀,见杀就不要见官 如果官杀混杂那些命就很难成功 例如明天,你跟两个老板 这个老板叫你这样,那个老板叫你这样,你怎么办 现在汇丰银行就是了,你究竟听美国老说话 还是中国老说话,两边都不是人 搞到股价跌穿三十元,这些我们就叫官杀混杂 不行,如果反过来,我跟西方那一套 我就行西方那一套 如果老板见到你这么为我的,就帮你 所以你说跟中国那一套,你就跟中国那一套 你就不能站在中间 所以说明亦是一样的 如果你官杀混杂的时候,故人认为,你事巡事楚 一个人吃两家茶礼,到头来你都是要失败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打两份工那样的意思 是啊,就是打两份工的 就是我做老板,我见到你又帮他又帮他又帮我 我就不信你了 我就不信你了,算命都很相似的 放到现实社会那里,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好了,薪金,阴柔是金,朱差金 是的,薪金我都有些朋友是薪金的 那些朋友多数都是贪美的 对啊,薪金是会贪美之价 是的,因为她是朱差之金 所以薪金的女生都会特别爱美 其实爱美,我想每个女生都喜欢的 薪金是特别的意思 是的,薪金是特别的意思 我们叫薪金是特别的意思 原来薪金的采用方法 跟薪金是不同的 薪金是光蕊之金,要用火去练的 薪金是朱差之金 古人就说落水之陶 意思是原来薪金是用水陶出来的 它是什么来的? 原来就是说 古人在山上拔了些矿,拔了些沙泥出来的时候 拿到河边,落个篩 把沙泥篩走之后 剩下来的就离开了 如果会发光的就离开了,不发光的就离开了 是的,以前有些淘金热的 是的,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听到那些长辈说去山凡市 淘金就是这样去淘金 所以水有分淫水和贵水 淫水是光蕊之水,淘金是最好的 淫水是天上来的雨露之水 所以如果沙泥被雨露的水滴下来的时候 沖不散,你更加看不到金的原罪出来的时候 所以薪金一定是用任水去淘金的 一定要的 但是一样东西 我们叫做 原来薪金有一个特性 这个特性是什么呢? 就是说是怕土口埋金 哦,那如果土口埋金 土口埋金的意思是 我们叫做金被土口,被山埋住了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挖出来 是的 所以就是要用木去挖开泥 用木拔开泥 等泥拿出沙泥出来的时候 跟着河边去淘 所以土口埋金 就是说新金生在神树丑未圆 最容易淘到埋金 这个时候呢 就是用木去疏土 让金走出来 再用任水的水 去把它淘出来 那就显到金的光 那这个是取用的方法 所以呢,它用处呢 就不同根金的用处 那你会想到一样东西 金见水是食商来的 是商管来的 那见木是财的 原来新金呢 是用食商生财而取贵的 哦 他又不想一定用火 那如果用火呢 要好一个配合的 用火 我们叫做 因为呢 怎样说呢 古人的经验 譬如你新金生在 精月、四月、五月 或者九月 那里面有火 那如果你这样的时候 一走水运的时候 这个新金又出事的 那所以呢 要好小心 就是大陆来说的 一定是食商生财 用水木去取贵的 就不同金金的 所以呢 阳金和阴金 取贵的方法 是完全不相同的 是 两个人的性格 都有少少不同的 有的有的 因为阳金是进攻型的 是 阴金都会进攻 但是呢 因为食商是一种思考型的人 不会太过冲动 是的 我也觉得是的 是的 所以对金的认识 应该是清楚了 清楚了 多谢师傅 那么认识 认识的 整个画面 出来了 那好吧 有机会 下次跟大家再 研究一下 好 我们下次再跟大家 聊一下